下面讨论第二个方级 伤性糖 性疏散和伤性糖都是一类方 一类方重点方 那也是全面掌握的方了 伤性糖产生于温宾调变 温宾调变上把伤性糖和前面讲的性疏散呢 作为一对 作为一对 资料外噪的一个 这两个都是相当于一个常用方代表方 那伤性糖治疗的都是温灶 外噪当中的温灶 那也就是说 这类症候产生的季节呢 是初秋的阶段 初秋阶段前面连着夏天 这个时候呢 阳光还比较强烈 所以说秋阳以暴啊 灶热比较重 秋阳以暴气候干燥 那伤耗人体精液 肺中精液被损伤 影响肺气不炫 温造就外血侵犯人体 气候啊 六阳外血侵犯人体呢 会有表症 所以可以微微的有头痛啊 发热了 这一表症 但是伤性糖症啊 是病血比较清浅的 首先要说明 病血比较清浅 所以说深热不胜 有发热 有头痛啊 但不重 外血较轻 它主要表现在 这个温造直血 影响肺气不炫呢 以咳嗽为组成 那咳嗽呢 由于造血引起咳嗽 造血伤及肺的精液 肺经受瘦 肺经受损伤 因此咳嗽反映出来 是干咳无痰 或者痰少而黏 这在初秋季节日 经常发生的干咳 或者呢 有一点痰很少 黏不容易咳出来 造痰特点呢 咳得可以起湿湿 严重的咳酒还可以带血 咳伤肺落以后 痰中带血湿 至于口咳 咳干鼻噪 这个表现呢 是反映了 噪上精液之后啊 肺胃系统精液不足 肺胃系统精液不足 食于蛇像脉象 蛇虹是温造的本子 属于热血